好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現在進入到 多少呢 好 我們現在進入到尾數3 價格尾數3 大家可以請你談一下 就是你 您對這張品牌的感覺嗎 尾數3給我感覺就是很奇怪的一個數字 就好像這雙鞋子 是一雙很奇怪的鞋子 那你可以談一下奇怪這個感覺嗎 奇怪的感覺就是 不按常理 不按常理出牌 然後 但是也不能說它有創意在裡面 像這一幅畫應該照理說是 這張圖片應該是很有創意的感覺 但是創意的東西我會欣賞 但是這一張會讓我覺得 它是創意但是創意的 讓我覺得不舒服 嗯 那你可以 呃 呃 呃 什麼樣的東西會讓你感覺都不舒服 嗯 什麼樣的東西喔 好 你對像這個拖鞋應該是腳穿啊 怎麼會是兩隻魚啊 就會覺得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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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是 呃 那 好 那如果那個魚的夾腳拖 嗯 對 對 來說它是 怎樣的一個東西 如果它 如果它的 如果它不是真的魚 是一個魚的造型 可以 但是因為它這個圖片是真的魚 嗯 是 它不是只是一個造型而已 嗯 那就會覺得一個腳踩在真的魚的上面 是蠻噁心的 那 呃 怎樣的感覺會讓你覺得 欸 怎樣的東西會讓人覺得啊 好噁心 怎樣的東西會讓你覺得很噁心嗎 比如說像 我 呃 我有吃到牙口錄影 然後 然後 晚上然後看到滿天的星斗 本來我很喜歡看星星 但是那次 那個星星 多到我覺得好噁心 所以這個噁心對我來說是什麼 是太多嗎 可能平常沒看到那麼多 然後突然看到這麼多 欸 反正它是 它就不是美 會覺得很噁心 就像一樣 魚應該是很可愛 因為我有養魚嘛 應該是很可愛的魚 但是它把它做成拖鞋 嗯 就覺得很噁心 那這應該是 那這怎麼去表達噁心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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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這個這一張圖誇張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那個高跟鞋 它後面是用忍的那個 就是忍的造型那個角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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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可以證證證說 什麼誇張 誇張 誇張喔 誇張的意思應該是說 好像它不需要這樣啊 就是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這麼做 它卻這麼做 他不需要不能做卻都不做 對 誇張齁 你這個人很誇張 就是你做了一些我覺得 不必要做的事情 這當然是用我的標準 不是用對方的標準 是對方的標準 搬送來這個標準 這邊會和國役的標準 有兩種標準 是對方的標準 是對方的標準 是很不吭 然後這個還有一點好像跪著求饒的感覺 好像有一個人他跪在地上在求饒 我覺得幹嘛跪著求別人啊 跪著求人這個我覺得不喜歡 跪著求人的感覺 是不喜歡的 跪著求人 對覺得幹嘛要跪著求人 因為他這個形狀所以就覺得 為什麼要跪著求人 很多事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嘛 就是你都幹嘛跪著呢 嗯 所以跪著求人 假如是你看到別人跪著求人 那就是你的情 你當下的情緒會是怎樣 會覺得說情緒會怎麼樣 會覺得不太高興 然後會覺得說你怎麼會那麼沒自欺 就說你是可以你是可以坐著或者是就是可以坐著談 或者是不需要用會的這個方式 懦弱嗎 懦弱 所以懦弱 懦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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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就不輸入一張 我可以不要一直看它嗎? 好,可以 好,那我們就結束這張 對,我怎麼會選這麼極端的一張 那你可以用它來幫你 極端的 對 我們的功力有進步 極端 我再開竿那張圖片吧 極端 為什麼那張都不舒服 極端 可能滿挑戰自己原來很習慣的舒適圈 因為我們每個都有自己的舒適圈 你聽得懂舒適圈嗎 我等一下可以問你什麼是舒適圈 對 因為人 自己的舒適圈 舒適圈 就是說舒適圈的意思就是人習慣在某一些方式裡面 那當有一些東西是不在你的舒適的這個方式 舒適的感覺 對,舒適的感覺的時候 你就會排鋸它 可是有時候也會幫助自己要接受一些挑戰 因為我們常常說我們要不要常常在舒適圈裡面 你常常在舒適圈裡面就會 你的那個挑戰性就會墊落 你會不會覺得那張很美 你會不會覺得那張很美 你會不會覺得很美 你會不會覺得很美 所以每個人的舒適圈真的有不一樣 很不一樣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在這個舒適圈的眼睛 沒錯 好 那我們對 現在是我們記錄到的是價格的舒適 那可以請你談一下這張圖片對你來說的感覺是什麼 我覺得四個比較感覺就是很平凡 那說平凡就像你很簡明去幫助一個人 那就是一種平凡 就是說幫助人是一種很平凡的事情 那你可以談一下就是關於 你可以多談一下幫助人是一件平凡的事情 他的理由是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幫助人 我覺得人受造就是要助人 人受造目的就是要助人 不是只有為自己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因為本來受造目的就是助人 所以他很平凡 很難懂齁 對 我們靜靈的小話 對 好 好 好 那你可以錄台錄台 還有什麼東西對你而言是貧乏的事情 就是這等於是人受到的目的 人受到的目的就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為了光榮天主